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內燃機爆竹 我是Bred 福特六合 在6月底與六福村發表了全新 第七代大改款的野馬 那時候我們試駕了5.0 V-bar 車型 以及 Dark Horse 的版本 很可惜因為人數的關係 我沒有開到2.3的 EcoBoost 版本 所以我那時候一直懷恨在心 那今天終於我們爐了半天之後 終於把2.3四缸的野馬借出來了 實際來測試一下 究竟這台車在道路上的表現 以及山路上的表現是怎麼樣 好 那我們今天會針對 2.3的車型 它的外觀 配備 內部的科技 乘坐起來的感覺 操控表現 以及我對於構成的一些想法 來做詳細的深度分析 那如果你喜歡這樣的影片 也記得訂閱內燃機爆竹 好 那接下來 廢話不多說 正片開始 好 那我們野馬當然就先從外型部分來開始看起來 首先跟大家報一下這台車的尺寸規格 因為它真的是非常大一台車 車長4米8 車寬4米9 車高是大概1米4 軸距呢 是2.7公尺 那實際上尺寸如果你去做相對比 大概會是接近中大型房車的大小 但是實際上它是一個2加2座的跑車 所以其實很多部分喔 都不是人承坐的空間 大部分都是給機械放置的空間 那從機械放置的空間 我們就先從車頭來開始講起 本次導入的野馬車型呢 總共有三個版本 分別是我們眼前的ECOBOOT PREMIUM 還有5.0的GT PREMIUM 以及DARK COURSE版本 車色部分 我們試駕到2.3版本 總共有7個車色 除了我們眼前看到有紅色以外 還有黑色 灰色 白色 深藍色 淺藍色 以及黃色 那我個人 個人覺得藍色比較有福特車子的感覺 那你喜歡哪個顏色呢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車頭的造型部分呢 可以看到跟6.5代的野馬 其實就有很大的不同喔 那6.5代野馬 其實眼睛有點像是沒有睡飽的樣子 現在呢 7代啊 他換裝了一個三眼式的LED頭燈 那不管你買哪個等級 都是這個頭燈 並不具備任何特殊的智慧照明效果 這是一個比較實打實的LED頭燈 只不過呢 我覺得在造型上看起來 比6.5代更有神 更有侵略感 那保險感的部分 如果你依照你買的車型規格 會有一點點不同 今天試駕2.3的話 看起來就稍微保守一點 但還是相當充滿運動化 如果是5.0的話 你會看到這個 水箱護網上面會有一個進氣孔的設置 兩邊都有 會看起來更加的粗獷 更加的霸氣一點點 不過我覺得如果你是一個單純的 視覺派玩家 2.3的樣子其實就很夠了 說到車頭部分 野馬最大的一個車型特點 就是它有這個長車頭 短車尾的配置 你可以看到 車頭真的非常長 打開來看就會知道 現在只放了一顆四缸引擎 引擎式其實看起來相對的 非常的輕鬆 沒有塞得很滿 因為它原本的設計 就是為了要放進V8引擎 引擎盤的設計也會因為 你的車型不同而有不一樣的設計 像是我們2.3版本 就是一個平滑的 凸起來的引擎盤 那5.0的話 上面就會有打洞 Dark Close的版本 還會有另外有貼模色調的設計 走到側邊呢 就可以看到我們剛剛講 長車頭設計非常明顯 以及它整個 往上延伸的造型 在後面拉下來的 Fastback的造型 我覺得非常好看 那側邊下方還可以看到有這個 塑料的側旋設計 最後呢 肌肉再一路往上延伸到 後車廂前面有一個非常大的爆龜 那我們對下來看的話 輪框尺寸 是19吋 那使用的胎款2.3上的話 是22540R19 前後是一樣的大小 那如果你選擇是5.0版本 後面就稍微再寬一點點 必須要對應更大的馬力 那煞車部分採用的是 前六後四的Brembo卡鉗 那上面還有野馬LOGO 我個人覺得 這煞車的效率實在是非常好 只不過呢 2.3跟5.0 因為車重差不多 但是配的煞車是一樣的 那設定上也沒有差距太多 懸吊部分 採用的是 前半化程後多連桿的配置 並且配有 電磁阻尼可調功能 它明明會有 1000次偵測你的 現在的路況 去調整適當的阻尼硬度 那當然這個也可以搭配你的 行車模式去做調整 找到更適合你的行車路感 那我們看完了這個爆歸之後 我們繼續往後看 剛剛我講這個鞋的後檔風玻璃上面 有一個小小彩蛋 就是這次是第七代野馬 所以它把1234567代的車側 全部都印刷在這後檔風玻璃上 平常在洗車的時候應該才會看到這個 只是還蠻有趣的 可以看到大家其實真的都是 延續了長車頭短車尾 雖然世代長得有點不一樣 長車頭短車尾的設計 它看起來蠻有個世代傳承的感覺 好 那繼續往後看的話 2.3版本配備有一個 黏在後車廂蓋上的小小尾翼 那如果你選擇是5.0版本 那唯一的尺寸就會更大 那我們繼續往下看的話 可以看到兩側 有非常經典的三橫式的野馬尾燈 那如果你今天打方向燈的話 它會變成序列式的造型 我覺得整體非常的美式 我很喜歡 後車廂蓋中間 有倒車嫌疑的鏡頭 那很可惜原廠並沒有搭配環景 我覺得這個尺寸的車 應該也要有一點點環景 只不過後面只有一個鏡頭 那未來可以透過後續加裝 來達成環景的效果 那下面的話呢 原廠12.3的版本就搭配了四出的排氣管 而且四根都是真的排氣管 不是我們剛剛看到假的 那裡面的話 有閥門的設計 同樣呢 在你駕駛模式切換的時候 它會改變開放閥門的大小 來達成不一樣的排氣引體驗 那當然還是有好鄰居模式 你可以在進入設計的時候 把它閥門關起來 這樣就不會吵到鄰居 那下方的包桿可以看到 同樣是跟車側一樣的 消光塑料材質 那倒車燈 在下擾的正中間 好 那坐上車就可以感受到 這個戰鬥氣息 跟一般的車實在是差滿多 它的這個無創框的設計 就非常有跑車的感覺 如果第一次坐到無創框車的人 請不要用手去摸玻璃 擦車擦得很辛苦 好 那車上也可以看到一有望去 它用了非常多 類似碳纖維編織的造型 去營造車式的戰鬥感 包含車側的門板上 以及方向盤的 中間這個地方 也都有這個編織的花紋 看起來我覺得非常不錯 方向盤尺寸呢 我覺得稍微比一般的車 再大了一點點 畢竟它扭力這麼大 這麼大一台車 如果太小 太刁鑽的話 可能操控起來會 開起來更痛苦 那方向盤上 按鍵非常多 左手邊是切換行車模式 以及Level 2 Copilot 360的 一些操控選項 那右手邊的話 就是操控 儀表上的資訊 以及聲控 還有 方向盤手感的按鍵 那中間的 喇叭的地方 不是福特的LOGO 是一個大大的野馬LOGO 那因為我們今天試駕的是自排 也就是2.3的版本 它方向盤後面 只有兩片換檔撥片 那羽抓 就跟平常看到福特 是沒有什麼不一樣的 那其他部分呢 我們往下看的話 可以看到 中控下方 有引擎啟動啊 代速熄火 以及野馬的按鍵 這個是切換野馬相關的功能 像是行車模式的詳細調整 以及車內氣氛燈的詳細調整 還有TCX OFF 還有雙晃警視燈 我的最愛 以及前檔出 還有調整音量的功能 那下方的話可以看到有無線充電板 那這個塑膠電是可以拿起來 如果你要洗的話是可以另外再拿起來 那下面的話還有 Type-C的插孔 以及USB Type-A的插孔 這左邊 也有個12V的充電座 副駕駛座這邊 還可以看到野馬的名牌字一樣 那如果你今天買的是Dark Horse的版本 我覺得上面的字也會不一樣 還會有限量的編號 那繼續往下看的話 中間 因為同樣我們這次試駕的是自排的版本 它使用的是一個 長得有點像手排車的排檔頭設計 它上面就只有PR、ND以及M手排模式 那配備重點 就是靠近駕駛車這個東西 這東西看起來像是一般的手煞車 但實際上它是電子手煞車的設計 那經過設定之後 它可以當作甩尾手煞車來使用 但大家建議大家不要在公道上使用這個東西 實在是有一點點危險 那排檔座後面的話就是兩個自備架 再往後的話就是一個手套向的設計 那裡面一樣有一個12V的充電座 下面還有鋪毛 所以你放一些真的零錢 在裡面也不會擔心它會起口 那我們接下來就發動來看一下吧 滿有儀式感的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它採用一個非常巨大 像iPad一樣的 曲面全景式螢幕在我們前面 那左邊是12.9吋 右邊是13.2吋 這也是福特六盒 目前首次在台灣導入這麼巨大的行車資訊模 那可以看到它資訊相當豐富 我包含左手邊的儀表的話 除了顯示平常可以看到的轉速駕駛資訊以外 你在切換行車模式的時候啊 它還是顯示在左邊 你可以切換像是我們看到現在有標準模式 然後運動模式 它每一個模式下都可以看到野馬 用不同的方式在 可能在路上跑啊 在賽道上跑啊 在直線加速賽場跑啊 那它這個可愛的動畫呢 是透過Unreal Engine這個 遊戲引擎公司 如果大家有玩遊戲應該有一點概念 去做設計的 所以我覺得看起來是 滿有感啦 只是比較有趣的是 應該說比較好笑的是 它裡面的車款動畫都是 GT Premium的版本 就是5.0了 所以沒有2.3的樣子 有點小可惜 中間這個13.2吋的螢幕 還有非常多的功能可以做調整 我就講幾個比較重要的部分好了 首先是My Mustang 那就是我剛剛講說 下面這個野馬按鈕 按進來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切換一些東西 像是 它現在最上面這個Track Apps 就是它同時可以有 加速計時器 然後 煞車效能的 計量 以及單圈計時器 那分別就是 你今天如果要測 你車子0到100是多快 200米是多快 或者是你今天想要測 你100公里到0公里 煞車效率是多高 或者是你今天可能下禮堡 你想要知道你每一圈跑起來的 成績是如何 都可以透過這個內建的 Track Apps 去做調整 那右手邊 有一個飄移煞車 那就是開啟這個飄移煞車功能之後 你的手煞車拉桿 就會變成 切斷引擎動力 以及鎖使後輪的工具 那就可以幫助你在一些施滑路面上 或是在一些封閉道路上 做一些甩尾的動作 當然請確定 你在安全的狀況下在使用 那下面一個暖胎前輪鎖的話 就是在直線加速前 如果你要暖後輪的話 燒胎模式就是用這個東西燒啦 那其他的話還有輔助儀表 就是你可以看到像是現在的機油油壓 還有G值的偵測 那這剛剛我們也稍微玩了一下 大概 煞車可以到1.2G嘛 對不對 這是我剛剛煞沒有很大的狀況下 然後側向G值也有1G 所以其實蠻有趣的 你可以看一下你跑山的狀況是什麼樣子 那當然還有像是機油油溫還有電壓 等等的資訊 可以讓大家去做參考 那蠻有趣的 那自訂模式的話就是 針對它的行車模式 我們剛剛有講說它有 標準啊 賽道啊 等等的東西去做微調 那像是微調部分 你就可以調整你的避震器的軟硬度 然後你的方向盤的 重手的程度 TCS循跡的介入程度 排氣管閥門的開閉程度 然後引擎帶出熄火是否開啟 以及儀錶板的切換 然後儀錶板的造型 因為它是電子儀錶嘛 所以它平常可能就是 跟著駕駛模式去做調整 但是你同樣啊 可以自訂 就是你想要把它弄成什麼樣子 你也可以直接從這邊做切換 像是現在可以切成一個 運動的樣子 或是要切成簡易的樣子 就只有時速了 這就看起來有點太簡易了 那還有賽道的 看起來就跟福特GT的儀錶板非常像 這我非常喜歡 那再來就是 最下面是有一個FOXBODY 87-93 就是它模仿前幾代野馬的 相當復古 一個模擬類比儀錶板的造型 那當然 除了儀錶板本身的造型外 它還可以調整儀錶板 所使用的顏色 像我們現在看到的是橘色 如果你喜歡別的顏色 我們要調成紅色 你就可以看到 它後面的背光就變成紅色 那如果你今天心情是比較偏向水藍色的話 我們就切水藍色 它也可以變成水藍色的 看起來就蠻有趣的 你也可以去搭配出 你自己想要的顏色 好 那氣氛燈的話 一樣 可以去調整你想要的顏色 這個 歡迎大家自己買車之後 再回家慢慢玩這個東西 除此之外呢 車子本身還配備了 Recaro的同意 這個雖然沒有到競技等級的同意 但是我覺得它的包覆性 相當良好 而且剛才在跑山的時候 止滑的效果我也覺得不錯 而且我算是偏瘦的類型 如果我這種比較瘦的身材 都可以包覆座 我相信大多數的人應該都是可以 被它抓得緊緊 只不過比較可惜的是 就算你買到頂規啊 都還是手動做調整 所以我覺得就稍微可惜了一點點 畢竟100多萬快200萬的車 如果你買5.0就是200多萬的車 還是手動調整的 那個尊榮感就稍微少了一點點 好那我們講完前座 我們現在來講一下後座 畢竟野馬還是屬一台2加2座的跑車 那你就坐到後座裡面 那我前座已經調到我原本的乘坐姿勢 我現在來做我自己的後座 那以我177公分的身高 坐在後面其實 這個要短成10分鐘的路應該可以啦 但如果開太久我覺得應該蠻痛苦的 而且因為它後面非常斜 我脖子沒辦法伸直 只不過呢後座還是有實用的配備 它有ISOFIX的合同安全座椅固定座 而且呢它也可以倒屏 增加你後行李箱的乘坐置物空間 那平常我相信應該大部分人 都是把它拿來裝東西的 不會真的有人來坐這個地方吧 好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野馬的置物空間 首先它下面是用一個電子閥開啟 那打開來之後呢 它其實實際的空間表現有377公分 那我們剛剛試躺了一下 以我177公分的成人是可以完全躺進去的 但是呢因為野馬它有配備這個 算是防綁架的一個鉤子 那它本身是螢光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用野馬來綁架人的話 可能會比較不方便 因為它會這樣直接打開 從裡面逃走 所以不建議你這樣做的行為 那下方可以看到它沒有備胎 還有很多置物空間 然後這邊有一支重低音喇叭 那全車總共有12支BMO調教的喇叭 那實際因為車子的測試空間不大 我覺得它的整個音場設定也蠻好的 也歡迎大家實際到展店去做體驗 那如果你覺得377公分不夠的話呢 也可以像剛剛一樣把座椅倒屏 就可以創造更大的置物空間 所以如果你要平常開做一個 上下班買菜的車子的話 我覺得也是相當足夠的 好那上路前呢 我們最後再來看一下引擎配置吧 首先開啟這個引擎蓋喔 在中間打開 那原廠就是配備鋁合金引擎蓋 而且有油壓頂感很高級 那有趣的是你可以看一下 裡面有這個凹槽 其實就是5.0的版本 在這邊其實是有開動的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升級成5.0的造型的話 也可以自己從這邊去下手 那打開來其實看到的就是非常熟悉的喔 我們在Focus ST ST Wagon上面看到的2.3升 直列四缸Eco Boost渦輪增壓引擎 那這顆引擎呢 跟ST最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它擺放的方式喔 因為原本ST上面是橫置嘛 前置引擎前輪驅動 那現在我們看到的是前置引擎後輪驅動 所以它變成重置 那傳統軸就可以從底下走過去了 那也因為它的引擎式非常大 你可以看到裡面非常爛喔 所以它的進氣啊還有一些擺放位置 散熱的方式也有一點點不一樣 那動力方面這台車的最大馬力是305P 那在5500轉的時候會產生 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比ST稍微大一點點 那扭力的話是48.4公斤米 會在3000轉的時候全速產生 那搭配的變速箱是時速的自裁變速箱 那實際的動力表現呢 雖然帳面數據上看起來很大 但是因為這台車畢竟它原廠的設定 就是一個大扭力 長行程大扭力的 那這輛渦輪以及時速變速箱的保護機制 其實你在重彩油門下去的那些剎那 你並不會感受到強大的推力產生 大概需要稍微等個0.5秒到1秒 等到TurboLag以及變速箱保護結束之後 扭力一次性的貫穿才會感覺到 喔這顆已經厲害在哪裡 那搭配1.7噸的車身 我個人覺得還算夠用 但如果你需要更猛爆的動力 或是你希望的是更猩猩的輸出 那可能就要去稍微體驗一下 5.0V8會是什麼感覺 好那接下來非常多說 我們就上路 試試看整台車開起來是什麼感覺吧 好那講完剛剛那些配備之後呢 我們現在要把野馬開上路 來體驗一下它實際開起來是什麼感覺 那因為它有非常多的駕駛模式 那我們就一個一個模式來跟大家講它的使用功能 那我們首先最主要平常在道路上使用的就是標準模式 在這個狀況下的動力回饋啊 冰箱的反應 懸吊的軟硬程度 還有方向盤的手感 都會是最接近市區使用 其實老實講 我們剛剛在市區開那麼長一段時間 然後也上下高速公路 再搭配它全車系啊 它只有2.3是配有完整的Level 2 Coquilor 360 所以我覺得整台車開起來調性 你不去看它的外表 其實它開起來就是有點 有點類似家庭房車的感覺 如果你平常是以這台車來做通行的話 會是一個無痛升級的感覺 那當然在切換到其他模式之後 包含運動模式跟賽道模式之後 它的手感啊 動力反應 還有懸吊軟硬度都會隨之的提升 那我們剛剛在山道上也稍微測試了一下 確實它在油門的反應上 我覺得變得更加的靈敏 它2.3的引擎 305P馬力兒 老實講也是蠻多的 已經有一點點小過剩 甚至在出彎的時候 你太早開油門 車身都還有一點點小小的滑動 那你感受到哇 果然是後駒車耶 我花一百多萬買這台車 還是有體驗到 跟平常前駒車不一樣的操駕感受 但是我覺得受限於它本身 1.7噸的車重 不管你是買2.3的 你買5.0的 都是1.7噸以上 那整台車開起來啊 老實講 不是那麼的靈活 尤其是像我們今天在106 雖然106同時有低速跟高速彎 然後還有一些像是連續彎的 那種Chicane型路線 你就可以感覺到在幻想的時候 車子會因為慣性的關係喔 避震器會抓不住車子本身的重量 那儘管你把阻尼調應了 它底盤的設計可能還是沒有辦法支撐 畢竟我們都知道 這台車的設定啊 以2.3來講 本來就不是賽道取向 所以你想要上山緊繃吹的話 我覺得可能選擇日系的跑車 甚至是搞不好你有辦法買到GTD的版本 那可能對於比較熱血想要上山跑山的份子會比較適合 但是如果你只是想要偶爾有一點點運動化的駕駛體驗的話 它是絕對沒問題的 如果要上山更加輸贏的話 我是不建議用2.3的野馬來做這件事情 我們剛剛有提到2.3的野馬是車系中 唯一配備的Level 2半自動輔助駕駛的車型 那所以說我們今天也稍微測試了一下 它畢竟它具有主動式的跟車 然後還有車道自動的輔助 那我們開起來 因為它的方向盤的盤幅比較大一點點 再加上它的旋轉的圈速也稍微多一點點 所以其實它跟我平常開Focus 可能比較緊的車道自動感會有點差異 但是它其實還是很準的 把車子抓在車道中間 我覺得以評價品牌的車道自動來講 輔助在這方面真的做得還不錯 只是它的還蠻可惜的 我明明想說在賽道模式下試試看可不可以用ACD 或許你上利保的時候就可以token一下前面的車 那很明顯是不行的 它會直接自己 所以如果你想要同時擁有跑車的操駕 又想要ACD自動跟車輔助 還有車道自動Level 2的半自動輔助駕駛的話 你可能要買2.3也吧 因為5.0的就沒有車道自動的東西 它還有一點我覺得是比較能夠提醒大家 做進來是一台跑車感 就是它的後視鏡 它的視野其實是比較偏窄的 它後視鏡左右的寬度比較窄 然後再加上因為它是有點類似鞋背的車子 所以我們看到後檔的可視範圍也是蠻小的 它的原廠的後視鏡也是蠻小的 這個可能之後大家選配一個 電子後視鏡會稍微好一點 整體做起來的感覺 你會有點像是人被包在車子裡面 很有安全感 但是因為它的車頭非常的長 所以你在停車的時候 我建議如果可以的話 去外改一個環境支柱 不然它車頭真的蠻長的 第一次開可能會沒辦法判定到底車在哪裡 那停車的時候撞到花圃就蠻令人痛情的 你買車的時候要注意 究竟你自己的停車環境 還有你的開車的習慣 對於這種尺寸比較龐大 有點像磚頭一樣的車子 對你來講 會不會有使用上的不方便 好那最後介紹完它的外型 也試駕完以後 我們就要來講一下它的價錢 以及今天的結論 那我們今天試駕的 Ford Mustang Ecoboost Premium 2.3的版本 今天售價是189.9萬 那如果你要買到 GT Premium的話 就會到236.9萬 有接近50萬的價差 所以這就跟我想要提出的問題有點相關 因為我覺得你硬要說的話 Ford Mustang野馬 它並不是一台純粹的Performance Vehicle 像Ponycar這種肌肉車 最主要的功能 我覺得還是在秀肌肉居多 因為它馬力大 然後長得又帥 開在路上回頭率驚人 然後分量感也非常驚人 那我相信很多喜歡肌肉車的車主 也不是真的要買這台車去下載到 或是想要去單圈跟人家刷輸印的 所以如果是你 你覺得你會用比較務實的想法 你會想要 腳比較低的碎筋 就算動力比較小 你希望開的就是野馬的氛圍 然後平常開這台車 上下班你也覺得不會太過於耗損你金錢 甚至是讓你感到有點壓力的話 你幫我選A 因為你就是一個 覺得野馬就是開一個氛圍 就算引擎稍微小一點又怎樣 畢竟人生在這世上總是有些妥協 不可能每個人都買V8 或者你是B第二種人 你覺得既然都買野馬了 我他媽就是要直接買到5.0V8 我還要手排版 其他2.3的對我來講只是野馬 這也是一種想法 但是 你呢 究竟會比較偏向哪一種想法呢 那我最後再講一次 A 你覺得是2.3就夠了 畢竟沒有必要被瑞金綁架 還是B 你覺得買野馬呢 就一定要買V8才是純正美式 也歡迎在下面告訴我你的選擇是什麼 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 也歡迎在下方提出 那感謝你今天收看內燃機暴徒的影片 那我們也很感謝福特六合 今天願意借我們這台2.3的EcoBoost野馬 讓我們出來試駕一下究竟 這個第七代野馬開起來什麼感覺 那我自己開起來最後其實是蠻喜歡的啦 我覺得我自己覺得2.3應該就夠了 5.0可能有點太多 那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也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是Fred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囉